台东县政府19号上午举办了 爱在17守护家庭特工联盟七星结队 西守护家为主题的七弹对抗体验活动 在现场黄建廷等人宣示之下 期望能够为台东落实社区守护暴力 零容忍的社区意识 和大家一起来守护安全家园 19号早上台东县政府在县立体育馆外 举办七星结队西守护家的活动 在宝桑国中管乐团表演揭开序幕后 县长黄建廷与贵宾们一手拿着盾牌 一手拿着气弹枪 敬请守护家庭特工联盟宣示 将象征毒品家暴酗酒等问题的气球已一击破 期望为台东建立社会安全防护网络 落实社区守护暴力零容忍的社区意识 台东县政府为了让社会福利可以来就近提供 过去这两三年我们已经在台东的台湾县 仲谷县南辉县都已经成立了家庭福利服务中心 等于是台东县政府社会处的派出所一样 这个家庭福利服务中心要提供的 平常在提供的就是一些家庭 或者我们民众的咨询的辅导 资源的转介 还有我们去到家庭里面去访试 一些我们可能比较弱势的 或者有困难的一些家庭 然后把这样的需求 如果自己可以解决不能解决 就转介到其他的单位 一起来共同来协助我们这些家庭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的就是一个 更绵密的社会福利的网络系统 现场有许多单位摆设摊位 提供宣导与闯关活动 期待体验 还有接二连三的彩艺表演 这活动还蛮好玩的 就是还蛮多活动 就是蛮多闯关游戏 然后还有皮卡丘可以拿 阿妹妹也很开心 感觉很棒 很喜欢参加亲子的活动 就是有一些闯关游戏阿 然后有一些宣导品可以拿 对 我觉得参加这个活动 就是反正你那时候在家里 闲着也是闲着阿 然后就出来参加一下活动 这里有蛮多的摊位阿 各个县政府阿 各个机构他有一些闯关活动 你又可以玩 然后又有奖品可以拿 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这样 那有哪些活动觉得比较有兴趣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体式能运动指导的 就是这里有很多的体式能的活动 你可以稍微体验一下 然后他就是之后会有皮尺可以拿 来这边除了可以玩 然后又可以拿奖品 又有表演可以欣赏 我觉得非常的值得 爱在一期守护家庭特工联盟 串联社区与各单位 以家庭、社区、安全为系列活动的主轴 加强促进家庭与社区的连结与互助 建构社会救助、福利服务、保护服务、社会安全等议题 创造爱与守护的家庭价值 记者韩启伦、海洋室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